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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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創業就好像把一粒種子 放在泥土裡色深灌溉 令它長出奇花易草 不過把一粒種子放在什麼泥土裡生長呢 結果可能截然不同 今集我繼續請來我的嘉賓 給取到物業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兼董事總經理Theresa霍碧君 說說她的創業故事 Theresa 你好 你好 Andy 對 今天我們在一個很舒服的環境裡聊天 對 今天很有氣氛 對 先乾杯 來來來 在這麼漂亮的環境裡 我想問一個很貼身的問題 是 大家知道了 你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女企業家 創辦了翡翠島物業有限公司 其實最初為什麼會有創業這個年頭 其實我在新加坡住了幾年 商機也可以說是重置新加坡 因為我去到那裡 我就開始我的朋友 我自己都投資我當地的地產 亦都在那裡找到我第一桶金 亦都發覺原來我身邊那麼多朋友 因為藉著我去新加坡 都會想投資在那裡 當時我回到香港 我就覺得 這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商機 我就開始開床自己的生意 而且當時我在這樣想 Andy 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做什麼 我可以把我的圈子擴闊 從而也可以找到一些機會 幫助我的小朋友 因為要做手術 或者要給他一些很好的教育 是怎樣可以幫助他 我相信人物也是一個重要的元素 所以很多人說創業需要勇氣 你有了, 拿著一桶金 拿著一個商機回來香港 建立自己的事業 但原來勇氣之外 也帶著一個愛 對兒子的愛 是嗎? 是, 可以這麼說 是, 但眨眼已經二十多年了 我知道在這段時間 你不是獨孤一味 只是做地產 其實在不同的時段 我都引入一些新的元素 包括有一個客戶 跟我買了幾層樓 介紹我, 你也要考考保險物牌 我也覺得如果買了房子 如果多一個保障是好的 也沒想到當時 因為九一一的事件 就影響到別人的意獄 買房子的意獄 反而保險的意識就強了很多 我亦都在那時候 一個月裡 就拿了圓卓會的會籍 很厲害 但當你開始嘗試在保險方面發展 也發展得這麼好的時候 你有沒有放棄地產? 沒有, 因為我覺得始終地產 是我的重心 一個主意 我覺得無論我做任何其他行業以外 我都應該不要脫離地產 我聽你這樣說 我又覺得很感動和很佩服 因為我聽過很多人 看到一個新的商機 想不想就去爭取新的商機 可能會忘記本來的事 或者放棄現有的事 但你沒有放棄自己的核心 我覺得用生意方面 我們要掌握究竟我們想怎樣 如果我們覺得這是我的… 是我主要的生意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脫離 反而我們唯要想怎樣做好 都是將這個行業做得更加好 更加出色 是, 我知道除了保險之外 你也發揮了你愛美麗的本性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我知道去2006年 你在你的地產事業以外 還有裝修 是的,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愛美 不過我覺得一直以來 建立的觸覺 的確能幫到我裝修 把舊樓裝修得很漂亮 現在你問我 我可以幾個小時 我可以把幾百呎的單位 我可以改變它的間隔 以及做一個裝修我的印象 出來給客人看 但說話好像真是說這麼容易 但Therisa你怎會得到這個能力 因為我們要說觸覺、品味 以及你要有設計的知識 但為何客人又這麼喜歡你給服務 你又可以一直做下去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當你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要思考一下 究竟你想取得的效果是怎樣 還有做什麼都好 你做生意 未來你要什麼方向 或者我要做好的裝修 都要有一個元素 要對當時的市場有一定的觸覺 因為我是中環 我大部分都是外國客戶 我們首先要知道 我做一些適合它 不要做一些不適合它 或者太過中國化 它未必適合 我們都要配合它 原來是這樣的 在不同的領域上 你曾經努力鑽研 你有沒有發覺 雖然這些領域 可能未必是直接有關係 但當你在每一個領域 用心去做的時候 會不會大家互相有一個得益 例如帶來一些新的潛在客戶 當然了 譬如說我們就算是做樓 我們都不能每天都跟客人 只說你買樓 你快點買樓 今天買在這裡 明天又買在那裡 我想我們要成為一個 一個比較興趣的人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都是一個女性 譬如說美又喜歡 說仔驚又喜歡 說什麼投資我們也可以 但我要知道 究竟我的工作是甚麼 我會完全脫離了軌跡 原來是這樣的 說到今時今日 我知道近年你很努力 幫一些海外發展商 在香港賣不同國家的樓 譬如馬來西亞、檳城 你又覺得現在你在做的事 你怎麼看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為何我最後會代表發展商 其實做裝修的時候 那段時間, 我很有趣 我進入一個地盤 當時只是一個空間 只是一個單位 但是進入一間欄屋 我也可以把它裝修得很漂亮 而且進入一個地盤時 我放下了我的手袋 我的團隊就幫我看著 我就去看 檢驗一下有甚麼問題 和重度如何 這個感覺 我好像覺得 哇, 我好像發展商一樣 我真的沒法想像 一個高貴的女士 把自己的手袋 把安全帽放進工地 是呀 然後我還要帶我的客戶進去 我早期有很多外國客戶 他們其實都要聽我說 我怎麼做 這樣懶弧 他們怎麼看 他們又要聽我說 當時看完這間 我們看第二間 他們便會打取 我覺得一個感覺 我當時好像在做發展項目 周圍巡視業務 這個感覺不錯 亦都合後 我真的有機會 我會和發展商一起做 將整個項目帶來香港 就不是單一一個單位 整個項目 是怎樣推廣 以及各項事情 怎樣做法 怎樣令人明白 那個市場是有空間 這個我很喜歡 我也真的開拓了市場 還有我知道 聽你分享過 其實你現在做的事 除了賺錢之外 覺得有使命感 譬如我們很多香港人 都很想投資 為自己養老去鋪路 但可能香港買樓實在太貴了 可能海外的樓 可能以倍數的價錢 可以省很多 是, 其實未必需要 只是我們住在這裡 我只想念我有沒有一層樓 是 原來有些地方 他的生活可以配合我們 或者我們更加有優質的生活 但價錢我們就很足夠了 我覺得這些地方 我很喜歡帶來香港 也曾經有一些朋友跟我買了 真的抱著我的 是嗎 謝謝我的 因為他覺得他好像是往後 對未來也很有信心 不用擔心 說將來我們究竟在哪裡生活 我們生活不能失誤得到等等 這些都是我喜歡做的事 有人說創業 用英文說 是要開始為夢 即是你要由夢想 然後將這個夢想 在你的事業發揚光大 聽過Theresa的分享 我深深感受到這個 因為在她心目中 除了經營一個商業之外 由最初對兒子的愛 另外對美麗的追求 還有對人性化的一個堅持 促成了今天這麼多元化的業務 所以大家能學到東西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